嗨小朋友,大家早上好 欢迎你们来到今天的非拉铁非教会 线上主日学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 大君王,耶稣 小朋友,在你们的心目中 王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呢?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呢? 他是不是高高在上 穿金带银 不苟言笑 还是穿得一身高贵华丽 和矮可轻 受人爱戴的呢? 在马太福音的21章 你告诉我们一位大君王 属耶稣基督 他被称为和平的君王 他又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骑着驴居的君王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驴背上 把衣服和棕榈树枝铺在路上 表示对耶稣的欢迎和尊敬 他们认为耶稣就是上帝派来拯救以色列的君王 因此他们大声呼喊 和尊敬啊! 其实所有人都不作声 这些石头也会起来送在我 小朋友 如果让你们做一个比较 你们觉得 这一些的君王 总统 总理 这一些的元首 他们跟主耶稣这位大君王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其实只要上网一查 就不难发现 现在的国王 总统 总理 元首 他们都以汽车 或者是飞机代步 一路上 还有威风凛凛的军人迎接他们 而且 他们还走在 红地毯上呢 是多么的威风啊 反过来 看看主耶稣 他只是骑着 一头 驴子 而且身边迎接他的 只是一些 举着叶子的百姓 哪有现在的君王 这么威风啊 再看看 现在国王们 所穿的 华丽光鲜 但是 我们的主耶稣 这位大君王 却是 风尘 普普的 在我们当中 圣经在使徒行传 第五章三十一节 告诉我们 神且用右手 将他高举 教他做君王 做救主 将悔改的心 和赦罪的恩 赐给以色列人 主耶稣的君王位置 并不是 按照我们世人的制度 来继承 或者是 借着选举和投票 推选出来的 主耶稣 是被神高举 成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 大君王 曾经有一位台湾牧师 被邀请出席 一个在美国举办的早餐会 在当中 有很多 从不同国家来的高官 险要 很多皇室成员 有很多 总统 总理 也出席 那一次的早餐会 那么在这个早餐会 开始之前呢 美国的总统 就起来 做了一个简单的 祷告 后来这位牧师回忆说 当每位高官 险要 皇室 总统 都低头 祷告的时候 他仿佛可以 感觉到 主耶稣 正是以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身份 临到他们当中 在那一刹那 他忽然明白到 主耶稣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 那一种的尊贵 荣耀的存在 主耶稣 本与父神同等 他们同样的 拥有尊贵 荣耀 主耶稣 顺服 父神的旨意 道成肉身 他甘愿活在 人的权势之下 并且 为了我们 人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 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承受了 上帝对罪人 所发的愤怒 并且借着 他公义的保血 遮盖了 我们的罪 主耶稣 跟借着 从死里复活 将罪 和死亡的权势 彻底的打败 让人 得以 与父神和好 在 腓立比书 二章 第九到 第十一节说 所以 神将他 升为之高 又吃给他 那超乎万民 自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欺系 无不口称 耶稣为主 此荣耀 归于天父 以色列人 一直都很盼望 有一位救赎主 弥赛亚的来临 因为先知预言 这一位救赎主 要施行拯救 并且 他是一位 掌管全地的大君王 主耶稣 就是这一位 道成肉圣的 弥赛亚大君王 他要将世人 从罪恶中 拯救出来 主耶稣 能够让每一个 相信他的人 都得着 永生的盼望 而且 这份盼望 永远不会落空 因为我们所盼望的 是至高全能的 永生神上帝 现在让我们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你就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任万国万民 都向你屈膝 归拜 称授 敬拜 赞美你 主万王之王 万万主之主 愿一切荣耀 尊贵 都归给天父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了小朋友 今天的新上主日学 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